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点名龙星与崔星艺人都是私密影片群组同好 韩国网友疯狂搜寻highlight的龙俊亨因此冲上热搜 与郑俊明成为及时搜索榜前而名 但据每日经济向龙俊亨求证结果 在网络上流传的龙俊歌手并非龙俊亨 他对此谣传感到荒谬 不愿拍摄和观看非法影片 只承认确实有单独与郑俊明私讯对话 二致讯息遭一款节目 另外被点名在胜利群组中的 则是乐团偶像崔星歌手 选秀节目出身的G星歌手 韩国演艺圈仍人自危 而郑俊明则早就不是出发 他不仅在群俊上传自己的性爱影片 还炫耀发生关系的地点 第一次见面就发生关系等等 自嘲我真是垃圾 并 试图假借交往 让女方跟自己上床 而她的对话对象包括女性 龙姓一人 根据SBS新闻调查 这润受害的女性就有十位 郑俊明将终止所有行程回韩国 接受调查 取材自微博 对此经纪公司发出挂发声明 称了解本公司的歌手 郑俊明事件有多严重 对此感到十分依靠 现在也和郑在跑国外行程的郑俊明取得联系 但要确认事实的真相有一定的困难 真的很抱歉 但郑俊明已确定争断所有行程 马上回国 会诚实接受调查 网友们看了声明后更加生气 知乎最该出来道歉的是 郑俊明而不是经纪公司 马上回到韩国接受调查也是应该的 该做这种事就该负起责任 YiXi.tv